像这个清单如何建立的 当然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用手动的方法建立 那手动方法如何建立 其实这边分享一个方式给各位 这个是我以前比较常做的动作 就是我如果希望把这里面 我刚刚把这个all先delete掉了 我如果今天希望输出什么 把这个资料夹里面的这个目录 结果变成像这样的清单的话 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我刚刚跟各位讲用DOS 那怎么用DOS 第一步请各位注意一下 请你在这个路径上方点一下 输入一个命令叫cmd cmd其实有command的缩写 cmd 那这个command的意思就是说 它会跳出那个 Windows里面内建的DOS模拟模式 enter一下 然后呢并且怎么样 这个画面应该各位 会不会熟悉吗 不熟悉 这个其实以前就DOS 那里面的话其实有很多功能 什么功能呢 当然你如果想要知道里面功能 你就打一个 我记得好像打一个问号吧 还是斜线问号 还是打一个help 打一个help help enter看看 有了help help的意思就是说呢 请你帮我把这个DOS里面 所有能做的指令都告诉我 其中的话你会发现 有一个指令叫做dir 往上找 有一个叫dir的 这边有个dir dir是什么呢 帮我列出目录里面的所有的档案 和指目录清单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说像因为我们这用的还蛮熟的 所以以前会这样用 又用dir 那怎么用dir 第一个哦 那为什么刚刚需要在这个上方输入CMD 你会发现哦 如果你在这个上方输入CMD的话 它会自动帮你把这个目录的路径全部都带过来了 意思就是说呢 你要针对这个目录做什么样子的指令动作 你就不用说还要在特别指向某一个路径 我觉得这个方法比较简单 而且还蛮好用的 我建议可以把它学下来 如果说我今天西洋知道这个目录里面有多少的档案的话 你就dir enter 有没有 这底下都会出现 dir 它帮你把这些dir全部列出来了 可是问题哦 你会发现它列出来除了说档案名称 档案名称副档名之外 它前面也有什么呢 也有日期跟时间 还有那个档案大小 但是如果我今天我不需要的话 那怎么做 其实你可以输入什么dir 那如果dir后面相关的叙述 有没有什么参数 你可以加一个斜线 不是反斜线哦 是斜线 加一个问号 斜线问号意思说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dir有没有相关的参数哦 我如果下什么参数可以有不同的变化 enter 它会告诉你说 如果你加一个斜线什么呢 斜线A的话这是属性 然后呢斜线B有没有 就是单纯格式 没有标题资讯或摘要 所以刚好就是我们要的 所以有怎么样 再试一下 其他还有啦 其他其他部分的话有兴趣各位再了解一下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 在这个地方哦 在这个地方哦 我就加一个dir 斜线B 哎 enter一下 哎 你会发现哦 它输出的结果呢 刚好就是我们要的 有没有 这些清单 那当然你想说那你要怎么拿来用 好 其实一个简单的方法你可以怎么 把它复制可以啊 编辑不是有个复制 贴上贴过去不就好 再来改 哦 这个也是一招啦 另外还有一招就是哦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清单哦 输出成一个文字档的话 哎 怎么做 其实哦 再再哦 如果你不要复制的 你如果要输出成一个档案的话 你可以dir 斜线B 对不对哦 然后如果输出的话 记得哦 是加一个大于符号 有点像箭头 输出成为一个档案叫dir.tst 比如说我今天我希望哦 帮我把上面这个清单 变成一个这个档名 叫dir.tst的话 然后呢 我enter哦 OK哦 你会发现哦 它会帮我怎么样呢 它会帮我输出成一个 哦 输出成一个档案 并且帮你放在那个根目底下 我看一下这底下怎么输出 奇怪哦 Enter哦 Enter 诶 看一下 Enter过哦 这个时候 这边就会出现什么 dir.tst 打开看一下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 就出现了我们要的清单了 不过为什么dir会出现 我再来一次哦 这个把它砍掉哦 记得哦 是输出什么 dir 然后参数的话是斜线B 然后一个大于 就是输出到一个档案叫 dir.tsd 副档你要给一下 Enter一下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它看一下 这个dir 哎 打开了 不过哦 它这个档案哦 似乎有一个缺点 就是第一笔资料呢 它会连同什么呢 自己本身的档名也加进来 哦 当然无仿啦 啊 所以哦 其实你还可以做什么 如果说啦 你有输出了啦 你可以再把这个 点tst档案读到 串列里面去哦 哦 如果你有这个档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了刚刚读档嘛 F等于open 然后这个dir.tsd r模式 对不对 那读的话呢 因为它后面呢 会 分格符号是什么呢 换航 反斜线N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用Splitter 然后换航符号 把它切到一个串列 那个串列的话呢 那就是List1里面的东西了 懂意思吗 有没有 我做一次 如果说我今天我已经有dir 对不对 如果我要把我上面先把它 把它注解掉 也许我这边注解掉 我们练习的话 如果我想要把那个dir 读进来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写呢 一样其实F把它read的嘛 那路径的话 其实就是这一个 那名称 这个后面就把它改成叫做dir 那读进来当然你print好了 比如print什么 print这个 F里面读到的东西的话 那当然 就会是这个东西 里面有换好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要把它做切割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做呢 我可以用那个List1 等于什么呢 切割之后的结果 那切割的话就是什么 把这一个 我先把这个资料先丢给那个s好了 读到s 然后用s去切割 切割的话就s点什么呢 Splitter Splitter里面的话就跟他讲说 你帮我按照反斜线N做切割 然后最后的话 这个List1 帮我把它print出来看一下 这个里面的结果 执行一下 OK 你可以发现哦 读进来的东西 诶 当然第一个啦 它一样是dir 不过你可以略过啊 有没有 你可以变成你的范围就不要从零开 你从1开始 有没有 那就是什么 1到25 不过会有个问题 它好像会多一个换行 它这个档最后会多一个 所以没关系你就最后不要读到 这个空白的字就可以了 所以1到25 那不就是等于是我们要的东西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假如 我不要用什么 刚刚的这个串列哦 我如果要用什么 用我自己产生的这个 这个串列的话 那我就把这边改成1 然后呢 后面的话呢 把它len DN 这边把它加1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好啊 输出其实应该结果会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把它执行 看一下 这个地方 诶 它说没有这个 这个东西 那 file not found 看一下 是不是 this1 看我这个再找找看嘛 所以我重点回顾一下 1 请你先在全省邮局地址上面点一下 2的话打cmd 那3的话就是直接在这边打dir 斜线b 然后呢 输出的话用大于 然后面打dir.tst enter的话呢 就会把这个里面的 档名呢 通通都输出到dir这里面 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呢 我们如果要把它整个读进来做切割的话 你可以用read它 然后呢最后split 并且把那个list给输出 那你会发现哦 就会跟刚刚看到的这个list很像 只是说呢 差别是前面会多一个dir.tst 你可以避开就好了 画面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